如果你是一個玩音樂的人 或是你喜歡音樂、玩樂器的人 一看到這支錶就會覺得很漂亮 究竟它在哪裏呢? 如果你是沒有玩音樂的人 你又能否看出設計所在呢? 稍後會再講一講 先介紹這支錶本身 一看外形就知道 是所謂三大名錶裏面 奧迪馬PG 裏面的一隻非常之Iconic的外形 Cinhei Millenery的一隻限量版 它是2010年推出的 跟音樂界教父Crincy Jones一個慈善合作 推出了500隻 當日的定價 2010年的定價 已經是21,700美金 即是差不多17萬港幣 一點都不便宜 第一,Crincy Jones當日是他的Ambustor 即是他的代言人 其中一個 第二,這個為慈善而造 第三個應做得很特別 他索價17萬港幣 絕對不便宜 在2010年的時候 一隻地通南萬多錢 當然AP也有一定的限量版 聯名也有不少 但跟Crincy Jones做 當然他是一個教父級人馬 大家都知道他跟Michael Jackson合作的一些唱片 到今天還是世界銷量一歌 所以他的能力也不需要懷疑 例如那些 We Are The World 等等那些歌曲 他長期都佔那個少量榜的前茅 所以是一個教父級人馬 是無可置疑的 我最欣賞他不是跟誰合作 而是他最重要是跟那個人合作 是把那個人的角色放進這個表演裡 這個表演的角色在哪裡呢 就是很簡單 他是模仿一個鋼琴來製造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高亮度的黑色的錶身 其實不是很看水就做PVD那麼簡單 而是他是模仿鋼琴 Grand Piano 的那些木的想法 去製造一個這樣的Case 告訴你他是一個鋼琴 大家知道黑色有分Glossy和Matte 即是亮黑和暗黑 這隻就是亮黑的模仿鋼琴的外形 裡面就模仿鋼琴的琴鍵 這個外面這個 他不是說那些位置刺了 就弄一些長條下去 其實是琴鍵幻化出來的一個標盤 真的很漂亮 再加上中間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off center 就是叫做off center 有一點偏心時盤的 用白金做的羅馬字的 這個羅馬字的 這個標籤 還有一些針 真的很漂亮 很亮麗 所以如果你玩音樂 或者喜歡樂器彈琴 或者送給一個彈琴的人 或者送給一個有彈琴的人 人家真的開心到爆炸 因為將一隻琴帶在手裡 而它是一隻OlimarPG 限量也只有五百隻 你說多難得呢 有讚有彈 這隻錶是我要彈的兩件事 第一就是 它的扣 這一塊經過日子久遠 就有點脫色了 我覺得不用特別搞它 因為鋼琴 用了十年八年 可能都有這樣的情況 更好看 如果想交它就很簡單 因為這一塊是黑色的 可以電到 我想都不知道 需要五十元就可以搞定 很少問題 但我寧願不搞 第二就是它沒有夜光 有時候晚上看得不清楚 除了這兩個 即是用幾十元可以搞定 又或者不是特別重點的 Drawback之外 這隻錶真的非常非常好 全黑戴上手 又有型 它叫它47mm 但其實又不是這麼巨大的 因為它這裏是寬的 這裏又不寬的 戴上手大概等於一隻 四十一二mm的手錶 就男女仔都戴得到 變成一隻錶 全黑也沒有人會搭不到全黑色 變成一隻錶就很漂亮 而且我很想讚一讚以下這件事 就是AP的限量版 通常的盒子都會弄得很特別 特別是這隻錶 這件事很值得欣賞 所以大家要買AP的限量版時留意 很多人都說有紙有盒子 但限量版的盒子是否影響價值較嚴重 因為有很多人拿普通通用 Offshore或Walk的彈木盒 其實限量版的盒子當然價值較好 我比較欣賞AP的限量盒子做到有所不同 Panel Y 因為太多限量版 每次都放下去都是那款盒子 通常整張Sherd 說那張Sherd 限量就算了 通常是這樣的 當然有時Panel Y 例外 AP 非常大可能性 就是每次有限量版的盒子都做到與別不同 就令到你覺得很過癮 如果你玩開勞力士的話 你會發現那些盒子全部是一樣的 當然 當然 亦都這樣說 AP 這些小規模生產的類似Poteet Brand的東西 別人就沒有那麼大眾化 亦都有錢 有能力 亦都這樣說 買的人都會欣賞多一些這些東西 我也很欣賞它這樣做 雖然你說它有時的限量版 現在AP 也有時都開始過癮了 但是這些盒子 如果你真的珍藏一隻錶 譬如你收藏努力士 我沒有聽過人說 除了你收藏四大美人的盒子之外 我沒有聽過任何人說要收藏一隻6-6 需要一隻Low盒子 因為Low盒子隨時配合都可以的 6-6其實都嚴格來說是努力士的特別版 紀念它潛水的周年版 它都沒有一個特別的盒子給你 但AP 這件事做得非常之好 希望它可以繼續 最後還是說回這隻錶 這個鵝彈的造型 其實有些品牌都會有的 譬如是Humaton 但完全不同級數 我覺得帶一隻錶出街 我經常說最重要是別人一看外形 或者Dial 或者設計 就知道是甚麼品牌 感覺是非常之好 AP 做到這一點 除了它們的Jazz Watch之外 所以它們的Jazz Watch就賣不了 因為它的World of Swords 和千禧看就知道是AP 另外一個小品牌 這一點是昆倫 因為無論海軍上將、金橋、Bubble、金幣錶 你一見都知道是昆倫 所以我挺欣賞這些很有個性的外殼 就不是普通一個圓殼 白搭任何錶都是這樣 很開心今天可以介紹這隻鋼琴錶 多謝各位